材料清搭,水37克,油27克,盐0.5克,滴粉48克,可可粉10克,蛋黄3克,蛋白3克,砂糖45克,柠檬汁食料,可加可不加,砂糖100克,水20克,海盐没有可用普通盐,2克,淡奶油160克,牛奶1克克其丰盘6寸,把水油盐搅匀,加入过沙的滴粉和可可粉300克。 加入蛋黄翻拌均匀,将蛋白,砂糖,柠檬汁打至硬性发泡,小丸勾撞砂糖可以一次性加,也可以分三次加,取三分之一蛋白与蛋黄糊翻拌均匀,再将其余生鱼蛋白翻拌均匀,倒入6寸蛋糕模具8分满,因为这里用于做爆加蛋糕,肥体需要高一点,等8分满那蛋糕扒得高一些,因为倒得多,蛋糕卡好会裂开。 属于正常现象,如果制作其他生意蛋糕类的倒气氛满即可振几下,空烤,烤箱上下或155度左右,时间分15-45分钟根据自己烤箱调整出炉针盘倒扣放凉。 2.焦糖奶油酱,将带奶油煮开放一旁备用,将砂糖水,海盐小火熬煮到不破分关火,过程不要搅拌,可轻微光动作,将带奶油慢慢倒入焦糖酱中搅匀备用,即可此部分称为焦糖奶油酱。 3.焦糖卡士达奶酱,将玉米淀粉和蛋黄搅匀,将牛奶沙头煮开,分次倒入搅匀玉米淀粉和蛋黄中搅匀,锅里加入水。 5.隔水加热第二步是变稠,边加热边搅拌,关火继续搅匀,保鲜膜包好放凉费用,此部分称为卡士达酱,将放凉的卡士达酱搅顺滑,分次加入焦糖奶油酱混合搅匀,加入牛奶混合均匀,此部分称为焦糖卡士达奶酱。 5.取好好的可可戚风蛋糕胚,切掉顶部,扫过来,在顶部扎动,记住不要扎穿,将焦糖卡士达奶酱装入表花袋,挤入蛋糕胚中,中间挤满酱后生鱼的挤在蛋糕胚中心,轻微挖动让酱从侧面留下,表面撒上可可碎片,稍微撒点防潮糖粉即可。 另外,可可碎片建议在售卖前再撒可延缓可可碎片树桥的时间,小切式蛋糕胚烤好后,包好保鲜膜冷藏三天或七天,将尽量当天用完。